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呢 它和太极拳还是不一样的 所以有接近于长拳 所以大家要稍微有劲一点 这是昨天学的 大家看了方便 我们看 最后一个是这样 昨天学到这里 今天我们接下来 接下来 把左脚向前脉 我讲这个前呢 其实就是我们一开始方向的右边 因为我身体转过来了 脉一步 然后 然后 两个手 左手跟着上来 到前面来 然后两个手一起向前 两个掌 向下批 向下批 手向下批 然后这个向下批 同时把右腿迈到左腿的前边 批 双批 然后我们批过以后把右掌抬起来 左掌也抬起来 这时候掌心向上 那么 双批 左掌跌 撼起来学法 右掌向下批 右掌向下批 握 harmony 再来,双批党,提息,这个呢,败死, 我们小时候讲的叫败死, 人家败死呢,不行了,撤退了,就是撤退了的意思。 败死,我们小时候叫他败死,就是失败了的意思。 败死,然后呢,再批过去,再批过去, 然后再来一个双批党,双批党,败死,再来一个双批党。 好,今天的合眉拳昆仑长的这个传统套路, 我们今天就学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呢,可以订阅这个频道, 我们下次再接着学。 好,谢谢大家。